因为欢迎来到赵女说事 前两天央行又公布了LPR利率 我们已经连续13个月 LPR利率维持稳定了 到目前为止 一年期的LPR利率还是3.85 五年级以上的还是4.65 这个数字在未来一段时间 估计也会保持稳定 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以来 很多银行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发短信 问你要不要把这个数字 把自己的房贷利率转成LPR利率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做过很多次分析 我们建议大家能转就一定转 为什么 如果你不转 你等于要锁定你的利率 如果你要转 那你将来就会有一个浮动利率 现在看在过去的13个月 LPR利率保持没变 也就是说 当时不管你转还是不转 你都没吃亏 你的利率没有变化 但是咱们这么讲 从长远看 未来还是有一定降息空间的 毕竟全球范围之内 主流发达国家都不断的在降息 美国 日本已经相继推出近乎于零利率了 西欧有的国家都是负利率了 尤其是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经济不太好 各国推出了非常多的经济刺激计划 减利率也是对经济的刺激 所以我们倒是有理由相信 未来一段时间 整体利率水平还是会降下来的 所以转化成LPR的人 未来你这个房贷负担还是有可能降一点 但是现在买房的人可能有点不太爽了 因为虽然LPR利率在过去13个月一直保持稳定 但是购房者实际的购房利率却在上升 根据多个机构调查显示 在过去几个月各大城市购房者实际掏出的利率已经远高于5以上了 而且还在进一步提升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银行可以给你加成 基本利率是LPR 银行可以说我要收1.05倍 1.1倍 甚至1.2倍 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 各大城市的房价一直在上涨 很多地方银行都开始吸贷了 很多地方甚至传说银行对二手房不太愿意放贷款 有的地方贷款合同签了 银行却说我现在资金没准备好 可能得过一个月过两个月才能给你放款 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之下 购房者觉得房价一定会涨 所以甭管花多少成本我都一定要去买房 而银行觉得找我贷款的客户特别多 因此银行可以讲条件了 银行为了做高自己的利润会上浮利率的 所以过去这几个月 购房者实际的利率负担正在提升 这也给我们提一个醒 今天你要去买一个房 成本比以往贵多了 一方面个投资房价已经涨了几个月了 房价已经不断在永攀高峰了 你现在买价有可能站在高位上 另一方面银行也把利率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现在买房你真的要比以往付出更多的成本了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我说你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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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